中国第一部旅游爱情小说《前上天香》因笔法细腻 深度解读都市女性内心世界 也打开了都市男人压抑浮躁的新门 读者为之贴上了小清新重口味完美结合的标签 作者山峰则被称为 复为都市男女疲惫心灵的文学新偶像 在《前上天香》出版前夕 就受到著名导演张元、梁山等女士人士的热切关注 他们给出了讲了靠谱好故事的高度评价 据悉电影版《前上天香》已在筹备中 在之前的发布会上 小说的作者山峰曾表示过 心里的女主角非徐静蕾莫属 而日前更有知情人透露 范爷范冰冰看过小说后 也有一头子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出演 难不成范爷跟徐静蕾也会来一场争夺战 日前贵州作家山峰写《前上天香》 在最美的地方遇见在庭山县举行研讨会 白夜李建军等十余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参会 并对小说进行了研讨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 独山文学书画创作基地 授牌仪式也在贵州独山县举行 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馆 第一个创作基地正是洛湖贵州 因为一个地方的发展 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 因为这本书 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独山 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 也是一个缩影 一部小说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山峰也让更多的读者在读《前上天香》时 有着跟着这部书中主任公所走过的地方行走的冲动 而给众多读者带来小青青重口味《前上天香》的山峰 却很不习惯出名后的生活 就自己无法很难适应这种状态 包括就最近有些采访之类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资格一个呆的 就希望有点受不了这个信息的这种 这种风筝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